这个展览准备了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我从上次巴黎展览之后的一个新的延续 之前我会希望能把巴黎的那个展览 再延续到纽约这个展览去完善 但在我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发现 就它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路 然后新的主题 等于我把镜物和肖像这两种绘画形式 然后平行展开 然后开始创作了这两个系列 两年前我们订好了纽约这个展览 当时我是很期待很兴奋 然后觉得我一定要在这个两年的时间 充分地准备好纽约这个展览 但很不幸是现在的 就是两年后这两年前我们约好的这个时间 在是一个很 我觉得不能说不好吧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间 就可能由于一些所谓的政治原因或者什么 反而会让我觉得我画的这批画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会有一些刻意 但当时我觉得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强烈 但因为这个特殊的一个历史节点 这些画上面所透出的任何一些信息 都会感觉会带有一些所谓的政治倾向 我在《进屋画》里边埋了很多的一些伏笔 但这个伏笔也不称之为伏笔 你想把它暗藏进去之后 你一定是希望别人能挖掘到的 所以其实对这个点就是你画了就想表现出来 只是有些东西我会刻意的去强调 有些东西我会把它往后推一推 是能在你进一步阅读的时候 能再看到像是一个惊喜一样 对 因为《进屋》的这个题材 就它太传统 然后我现在把《进屋》其实是作为了一个容器 因为我想在这批里边更多的去讨论 所谓的当今的这些就线下的这个局势 以及我的一些态度 就比如像我觉得像阶级 像地缘 然后像就是中西方文化的这种对冲 以及就是如何的去共融 比如像我画了一张 一张静物画 我画了一张很大的静物画 我把它的构图方式 以及它的背景 以及三个面的这种空间的这种处理 一定会是让所有看静物画的人 就是东方的观众也罢 西方的观众也罢 在他们的视觉经验当中是产生过无数遍的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构图 但是我把里边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替换掉了 似曾相识 比如苹果一定会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静物画都有可能出现 但是比如我印上了一个所谓的符字或者什么的 它可能就又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距离 所以我很想就是在这张画当中完成一个所谓的 我自身的文化属性跟西方的就一直我受就全世界受影响中 西方的主流的这种属性的一个对接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工整的对障 这样它会有一个直接的对话 就比如柠檬可能在西方的绘画里边是一个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因素 然后我选择了一个中国的一个食物叫佛手 它们都有一个共通性 比如它有它的香味特殊性或者这些点 包括在颜色上 所以我希望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对障 就像对联一样 感谢观看